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是周日 祝大家周末快乐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传奇英雄啊 很久都没有来做闪卡了 今天小鱼来看一下咱们的闪卡 这一张摩格古兰特王 还擦三张红卡 就可以进阶到闪卡呀 大概还要半个月吧 半个月才能把这张闪卡给他刷出来 然后上线先来拧一下 罗布的碎片 不对不对是罗索的碎片 拧到20个罗索啊 看一下能不能进阶六星呢 罗索在哪里 罗索 在这里啊 80个碎片我们还差了240个 小鱼这里还有210个传说英雄选择器 好像是不行哦 还差了25个对 先来挑战一波无限领域啊 我听很多小伙伴说 这无限领域可以存档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来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够存档再恢复啊 我们先来保存一下存档 上传存档 我们再来挑战一波500钻石的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恢复啊 看一下行不行啊 小鱼从来都没有试过 对 来吧500钻石的 这次我们使用的仍然是一拳超人 带了啊 一拳超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 小伴们 看一下这次的运气如何 哇 直接来了个1.25倍啊 小伴们 这个咱们就不用恢复存档了 对不对 获得了三个无限赛罗的碎片 还可以啊 小伴们 对不对 有没有小伙伴尝试过的呀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一下小鱼啊 因为记得很多小伙伴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存档 然后再恢复的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可以去挑战2000钻石的 对不对 今天的魔王兽是根源破坏天使 左阁 这只左阁也是相当相当 头痛的一只魔王兽啊 小伴们 有一点头痛的啊 我们这次使用最强的英雄吧 爱黑欧伯 哎 小鱼的装备去哪里了呀 哦 在女王身上啊 这个欧伯左阁之所以难打 是因为他如果没有把他秒杀掉的话 他会到中间去吃球啊 然后可以回复血量 然后时间也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吧 但是奖励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他有可以获得3000个等力子进破 是获得等力子进破最高的一只魔王兽啊 小伴们 来吧 我们用爱黑欧布来打吧 爱黑欧布相对而言就比较好打一点 对 然后女王跟赛加也不错吧 然后其他的英雄打的话就很累了 对 OKOK 开始挑战啊 天使左阁 等一下buff啊 等一下buff的刷新 可恶啊 一来就给我们晕住了呀 来吧 吃了buff之后我们刷就很高了啊 哎呀 可恶呀 并没有把他秒掉啊 小伴们 伤害差了很多对 第一个天使左阁 他好像吃一个球 咱们就可以开始攻击他了 对不对 可恶呀 又没秒掉 小伴们 咱们用三技能会不会好一点啊 这大招感觉伤害不是特别的够啊 OK吃一个buff 来吧 三技能 好家伙 这三技能直接miss了呀 小伴们 真的是让人头痛的一只魔王兽啊 我们只能等下一个buff了 OK 他没有护盾的时候我们还是打的伤害是挺高的 这个他好像有一个护盾对不对 左阁他这个英雄 他可以减免很多的伤害 OK 最后一个大招直接终结掉了恶魔左阁啊 这个左阁还是打的有一点头痛的 花了三分多钟吧 可能是小鱼的伤害不过对 可能也是方法没有掌握好吧 对 应该经常打这一只魔王兽的小伴们 打起来就比小鱼要快多了呀 因为熟悉这个英雄的技能很关键啊 小鱼是不太了解左阁的技能对 有几位小伙伴建议小鱼做一个格力桥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小鱼的格力桥还是一星的 格力桥应该是一个辅助英雄对不对 来试玩一下吧 这个英雄是怎么样的一个英雄啊 试玩一下 如果不错的话 小鱼到时候直接用六星直升券 给他做一个六星的格力桥啊 来看一下他的一技能吧 一技能应该不是辅助技能对 一技能是一个攻击技能 带有晕眩效果吧对不对 二技能看一下 二技能好像也不是啊 三技能呢 三技能是制造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小伴们 然后其他队员在这个领域中间 他的一个能力能够加强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他的四技能 哇这里创造出了很多球啊 小伴们 吃这个球可以加血对不对 哇有意思啊小伴们 OK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四技能啊 四技能这个特效感觉做的还蛮不错啊 就像放烟花对不对 看一下他终极大招 这个终极大招应该是不能给全体队员回血对不对 这个终极大招应该是只能给格力乔回血 好像他的只有这一个三技能 可以作用到全体队员 然后还有四技能可以给全体队员回血 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 萌妹子格力乔也是奥特曼中 维素不多的几个女性奥特曼角色之一啊 他是罗索罗布罗索的兄妹嘛对不对 好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观看我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